哈喽 我是唐启阳 又到了周报时间 我们来看12月31号到1月6号这一周星象如何 要过新年了 我们要迈入2019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在这一周星象上呢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翻篇呢 我们值得注意一下 首先火星会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就进入了母羊 这可是火星进入望位哦 这个不得了了 这意味着行动力 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急于寻找一个新的目标 所以新的一年呢 我们祝大家赶快找到自己想猛充的地方 可是呢 火星母羊也意味着火能量非常的强 再搭配上天王星最后一周在母羊座 所以那一种忽然间谎神 出错 或者是闹事的分子 突然间引起了一些暴力的行动 这一类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的 我们要小心火烛 我们要小心远离一些有危险 或者是有暴力倾向的人哦 否则的话 这一周应该这种暴力事件会蛮多的 或小屁孩事件 那此外呢 因为天王星逆行的最后一周 也意味着呢 我们开始去感受到 去修正我们对未来目标和导向 它也是我们跟过去七年最后的一个告别哦 比如说过去七年你的哪个部分 告一段落了 可以做一个收尾了 那这段时间你会非常的有感觉 你会很想去告诉对方 或者是很想去做一些处理 有这样的冲动一点都不意外哦 此外呢 在星期六的时候 水星也会从射手进入摩羯座 水星会将我们讨论或关注的焦点 从海外人士 从高等教育 从学历有用无用 或者是跟高空有关的交通 这些事件引导到摩羯的地方 摩羯呢 意味着我们想要更有计划 或者是我们想要监督政府 那或对政府的所作所为 我们会非常的有想法 非常的想讨论 自然而然这部分的议题是不可逃避的 此外呢 本周也是金星在天蝎的最后一周 所以金星所带来的在你天蝎公位的效应 比如说可能吃喝玩乐的机会啦 让你想要把自己变美变好的这种状况呢 再重新重刺一下 你应该会得到很好的成绩 我们来看一下工作方面 那就是巨蟹 处女 射手摩羯是有感应的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有女性的贵人出现哦 还有最近应酬也可能多了一点 所以 不过效果都很好 所以很值得投入 另外一个呢 是处女座的朋友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可能会有新的任务 新的目标 会让你非常的开心哦 因为完全符合你的期待 你自己本身也要挪更多的心力在里面哦 应该能够表现得一飞冲天 另一个呢 是射手座了 射手星座的朋友在工作上会有新的合约 新的结盟签订 不过签完之后 你就要遵守合约 合约精神挺重要的 另一个呢 是摩羯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会遇到那种年轻人来跟你挑战 那这个其实会带给你刺激 其实是一件好事 不妨接招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是白羊 双子 狮子跟天蝎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从朋友变情人或从情人变朋友 会是这一周的能量感应哦 所以好聚好散也会是一个重点 那如果慢慢从朋友觉得可以再进一步 这一周会很戏剧性哦 另一个呢 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你最近倒是可能喜欢上一个没有那么注意到你的类型哦 这个就是会激起你想要追求对方的心 但愿你成功哦 另一个呢 是狮子座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 哇哦 是你的菜会出现哦 那当然除了你自己本身觉得很喜欢对方以外 对方也有注意到你 并且他很欣赏你 蛮有苗头的 非常好哦 另一个呢 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感情方面 你好像幻想多于行动力 然后也很会脑补很多画面或剧情哦 而不拿出具体行动 这是不是很可惜呢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是金牛跟爽娱乐 金牛星座的朋友 在金钱方面呢 你可能会嫌手续很麻烦 然后可能就会有超进路啦 或者是懒得理啦 这一类的状况哦 我是觉得还是多跑几趟银行 然后有疑问的地方问清楚 因为小小的地方没有搞懂 可能会引起大大的损失 另外一个呢 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在金钱方面最近有购置大件物品的一个计划 而且你有买贵的嫌疑 所以还是要多方打听哦 我们来看一下健康方面 那是天蝎跟水瓶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最近健康方面呢 的确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劳累哦 你很适合积极的疗法 比如说真的要按摩一下 或者是类似针灸 或者是有些地方真的要开刀 就要去开刀哦 另一个呢 是水瓶 水瓶星座的朋友要注意肠胃 消化系统的问题 还有晚上睡眠睡不好 或者是心里有什么心事引起的身心症状 都是水瓶要关注的 请多用心照顾自己的心灵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镜与点点栏目 欣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